事隔两年大渡火车站在座出现怪手 正在加紧赶工 因为车站地底下有条地下道 在两年前只做了一半 就传出承报商财务吃紧 决定不做了 当地民众听到消息 知识太夸张 陆续请立委还有地方代表出面协调 努力的来检讨 要怎么样去达到 我的工程能够尽速的再次发包 因为这个目的要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方便 所以我们终于呢 在前一段时间终于完成 也完成要求了铁路局 继续将未完成的三层 然后重新的来做发包的工作 根据了解 当时为了打通地下道 工程单位希望台铁并跟列车进站路线 才不会造成施工人员危险 只不过台铁认为无法配合 导致双方僵持不下 一再拖延的结果 也造成承报商财务左转不灵 决定退出 如今在立委协调之下 台铁终于愿意让步 将部分轨道暂时停用 让新的工程单位可以安心实作 那么今天终于协调过 包商已经来动工了 那么希望现在包商能够非常顺利的 在11月底能够完成 让我们所有的一两千户 我们所有大都乡民 能够顺利的通过我们铁路地下道 来到我们大都国小 来到我们市场 来到农会相公所来洽工 我对我们的地下道里面的设施 有监视器 大家要来巡逻的话 入陆去由台中市政府 我们到处去都会来接管 所以对安全的顾虑 一定没问题 地方代表指出 这条地下道对民众通行相当重要 未来如果完工 民众不用绕远路经过路桥 或者是平交道 就可以从日光郡社区 直通大渡市区 进行洽工或者上下学 施工单位目前陆续进驻 估计在12月底 就可以顺利完成 记者洪佳洪 在这里